哥 这是粉丝拜托 转交的信 那我来看看哦 太好笑了 大家的想法太有才了 好 都收到了 其实大家给我写的信我都有看 主妇最多的就是让我多多休息嘛 就不要太劳累 我收到了 然后其次第二个就是希望我们都可以 早日相见 这不 今天不又见面了吗 除了收到你们的信之外 我觉得也需要我用我自己的方式去回馈给你们 所以我今天也准备了一些小卡片 这些小卡片呢可能会存在于 今天的现场的某个角落里面 你自己发现一下 好 开始了啊 今天我收到一个粉丝朋友给我写的留言 特别好想的 说 希希我看了你很多的综艺 我觉得你真的特别可爱 虽然不是很聪明 看着我 气着我 在画上见我都说 怎么说话呢 真的是 初秋宜相见美 真好 借用一下你的文案 真好 借用一下你的文案 在这大千世界 能有如此的缘分是何等的珍贵 所以今天 请允许我以这种方式 向大家表达谢意 一切的开始都是原子不可于知的巧合 让我们在万千的偶然当中 有了交集 我想 这大概是命运的奇妙吧 因为喜欢 所以选择 感谢你们从最初的心动 到现在的支持 你们的支持与喜爱 一直都是我的动力 让我坚信在这条路上并不孤单 让我可以在低落时光当中 破开重重迷雾 看到明亮 而又坦荡的未来 让我知道自己是被期待的 要更加努力 不复所望 同时 我也惭愧 似乎我没有太多能为你们去做的事 我所表达的爱 相对于你们给我的来说 仅是冰山一角 我只能用一种微不足道的方式 那就是 尽最大的努力完成每一部作品 不断突破自己 塑造各种鲜活的角色 以最好的状态 与你们见面 以此作为回报吧 八年来 所有的伤心 快乐 失败 成功 低谷 高峰 让我们早已成为 互相扶持 共同成长的羁绊 一路荆棘总将繁华盛开 我们前路 依然明媚 一念其 天涯之耻 与其想念 不如一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